大家好啊 这儿有一本书不错啊 这本书叫满足的社会与生活啊 刘晓蒙先生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可早了 这本书是1998年的 1998年出版的 多少钱 18块5 这本书买的早了 都20多年了 这个刘晓蒙先生啊 长得还真年轻 看见了吗 肯定是他年轻的时候照的啊 他52年的啊 今年68了 刘晓蒙啊 史学博士 1952生于北京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所 这个研究员啊 近代史所 我还认识他们的 科研处的处长 还有副所长 原来还都认识 那都是十多年前了啊 他的著作有满足的部落与国家 八旗子弟 爱新觉罗家族全史 萨满教与东北民族 扩虎合注 中国知青史 大潮 这个书也不错啊 中国知青 试点 合注 试点啊 各种事情 各种点击 这封面题字是 蔡美彪先生提的 这几个字 蔡美彪 也是这位 刘晓蒙先生的 导师啊 先给大家读读 前言啊 他这个 是一个论文 合集 一共收录了他 25篇论文啊 前言 本书是1987年以来发表的 有关青史满足史论文的一个结集 青史与满足史是两个既独立又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 我先后诗从王中汉 蔡美彪 两位先生啊 说实话 蔡美彪 我没听说过这名字 就给他提封面 这个题字 这个 提写书名的这位 王中汉 我倒是知道啊 两位先生的智学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都注重和擅长民族史与断代史研究的结合 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卓有建树 在两位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我也走上了这样一条 兼治民族史 兼而有志的兼 智 智学的智啊 兼治民族史和断代史的路子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 研究的对象 则始终围绕 清朝史与满足史 息息相关的一些专题 本书之命名为满足的社会与生活 原因就在于此 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 诸如匈奴 突厥 鲜卑 契丹 女真 蒙古 满足等 都曾创建国家 但建立过中央王朝的 唯有原蒙古和清满足 建立全国性政权的 就是蒙元和满清啊 而无论从享国之日久 就是拥有这个国家 这个朝代时间长 对中国影响之深距来说 影响深远巨大啊 后者又超过了前者 他的意思就是 清朝对中国的影响要超过元朝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啊 满足所建清朝 开疆拓土 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他的统治跨越了古代和近代 满足人的文质 日与武功 他们的崛起与蹉跎 辉煌与失败 无不给中国的历史 打下了鲜明的印记 研究清史 不能不了解满足史 反之亦然 因此对满足历史与文化 兴趣盎然的 绝不仅是他的近一千万族裔 就是对满足的历史啊 感兴趣的绝对不只是将近一千万的满足人啊 这笔财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足的仙世 照星于东北的白山黑水 以后千禧辽东 最后入主中原 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他从渔猎文化的基盘起步啊 基础 这个底盘啊 起步 最终却成为土著农耕之民 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原来他是游猎 呃 渔猎 他不是游牧 后来就变成了种庄家的了 庄家汉 在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的同时 与汉等民族的关系也不断得到发展啊 收入本书的共25篇论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照星时期 就是发源啊 起源的时期啊 照星时期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法律制度 我曾在蔡先生指导下啊 蔡美彪 从事博士论文的准备 论文题目为满足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围绕这一专题 陆续发表了一组论文 内容集中在明代女真血缘组织 地狱组织 以及国家制度的创建上 第二 八旗制度 八旗是清代满足军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 军事政治经济啊 这个八旗也是清朝齐民分治二元体制的重要支柱 清朝啊不分满汉 清朝叫齐人和民人 齐人就是职业军人是政权的支柱 剩下的普通人叫民人 当时不分什么满汉啊 他与清朝统治的兴衰堪称血脉相通 故因此啊 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齐人的经济生活 分布格局 身份特征 以及与民人关系的变化 就是齐人以外的都叫民人 那涵盖的不仅仅是汉族啊 第三满族文化 初步探讨了满族早期渔猎文化的特点 及其与毗邻的蒙古汉等民族的农耕文化 游牧文化的互动和寒如 而如木染的如寒 寒养的寒三点水 就是互相影响啊 互相渗透的意思 满族的历史与文化 绚与多彩 蕴含 丰富 对他的探究 需要代代学人啊 一代一代的啊 学者 持 持者的 执着努力 如果本书的出版 能对这项有着光辉 前景的事业略尽棉薄之力 是我所期望的 我从求学到智学 十几年里 始终得到王先生和蔡先生的 细心教诲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他们的渊博学识和敬业精神 令我终身受益 我在学术上的进步 还曾得到其他许多先生 师友的这个梁师义友啊 热情的帮助和鼓励 在收入本书的论文中 台尼堪考 台尼堪是指的一种人 尼堪是满族人 称呼汉人 多多少少有点蔑视啊 台尼堪考 是一种考察呀 是一种分析的文章啊 和世述 试着讲述 清朝乾隆年间的东北流民 就相当于后来共产党说的盲流 就是到东北去开荒 闯关东的那批人 乾隆年间就有了 流民极其对其人生计的影响 对其人的生活呀 经济的影响 两篇 这两篇论文啊 是与定一庄 定一庄女士和谐的 定一庄也是满族 也是研究这个满族史啊 他近些年主要是口述历史 我认识的一个蒙古族朋友 和定一庄老师关系非常好 也参加了他整个这个 关于口述史的这一套书的 其中关于蒙古族的写作 本书出版得到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特别是孙岩女士的鼎力相助 至此之际 仅向所有帮助和关心过我的朋友 表示感谢啊 这客气话啊 这是我写的啊 一个繁体字啊 写的不一定准确 百家讲坛 中关村新浪乐居 我忽然间想起来 当年大概09年10年 那会儿我是在 因为我搞过业主维权嘛 所以认识了很多各小区的这个业委会的人啊 或者是业主当中的维权积极分子啊 后来新浪乐居 乐居嘛 一听就是跟房地产啊 跟业主有关系 把我们这些人组织的组织在一块 经常搞活动 他们也知道我比较爱看书什么的 有一次年会吧 好像在中关村一个什么大厦 是叫中钢国际大厦吗 谁记得 哪位朋友记得 中关村那边 叫什么中钢叫什么 好像跟钢铁跟国际有关系 那个大厦里举行年会 完了还颁奖 还给了我一个奖 给了一个证书 然后还让我上去讲那一段 他们说我讲的叫百家讲坛 其实我就是一个杂家吧 什么都知道一点 你说经 那肯定谈不上 这一晃也是十年前的事了啊 忽然间想起来这些事 好了 谢谢大家啊 待会再跟大家接着聊啊 接着聊这位李小萌先生的 25篇论文啊 这可长了 这能讲个一两百回了 又有话题了啊 谢谢